生我者,毁我者,弃我者,皆为无。 上回我们说到燕又和月下先人二人密谋,为了粗合紧密与续凤,燕又将碎和迷晕过后,对其使出定申术以及让其无法说话,这招是真的损了,碎和当场无语下线好了,之后燕又就带着碎和前去与续凤提出解除订婚,续凤也直接就答应下来, 但碎和却是很不悦,但无法说话反驳,那么后面她又会如何报复燕又呢?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香蜜沉沉浸如霜》第29-30集 大家好,这里是七七影视 燕又在房间门口看的房间内,续凤头上的那根发丝仍然没有段落,这让燕又觉得这简直就是天意,废话,有你这样杀主角的吗? 然而,此时月下仙人却突然来到,还直冲冲想要进去看望侄子,却又被燕又当即拦下,我说月仙啊,你都多大的人了,做事情怎么能如此莽撞? 紧接着燕又就哄骗月下仙人与自己出去游玩 画面一转,燕又来到云梦泽,却看见干娘又在折磨小泥丘,不让对方去泥潭里面打滚,硬要叫她做一只鲤鱼,这可能就是破疯子集叠的人物 经过一番劝说过后,温主才答应放开她,紧接着又将注意力转移到了燕又身上,斥责燕又为何不拿回灭灵箭,救救我救救我,看来要给你挂个神经科 说,燕又严明续凤是一个无辜的人,若是伤害她没有必要,谁知道恩主直接愤怒起来,怒斥续凤的母亲,我都迷了,有什么秘密我们不能知道吗? 无奈之下,燕又只好答应,自己会夺回灭灵箭,然后杀害续凤,心疼燕又三秒钟,接下来恩主却又将燕又认成是自己儿子女儿 另一边,穗和自从被扑斥军套路,导致自己与旭凤的姻缘告吹以后,就愤怒地在府中四处乱撒气,不知道为什么,看穗和与男平王真的很动,穗和在心中暗骂这个凡人的笨拙,而男平王却很心疼女儿的痴情,两妇女可以说是都不在一个频道上 旭凤来找紧逆,却被枪伙找到各种借口拦在门外,无奈之下他只好离开,你看你,一看就不会做好关系 而燕又这一边却恰好遇到润玉,于是胡润玉对其询问一堆事情,最后属先带着润玉来到洞庭湖边 虽然润玉是一只龙,但人家也不住在湖底呀,然而当润玉到达洞庭湖时,却感受到这个地方似曾相识,而且内心还有些不舒服,要退化了这怕不是 就在润玉准备和燕又下到湖底的时候,他却突然转身跑开,觉得自己还是没有办法下到湖底 那你别跑了,你要是不喜欢燕又给你换了,不过燕又也明白,这是因为润玉感受到那种气息,好神奇的一个片段的 旭凤这一边找来辽元君给自己参考一下,要如何追到你们孩子,不是吧,二凤你说吧我懂了,但即便就是这样也还是不够,因为辽元君给出的建议 实在有些不敢恭维,终于知道辽元君单身的原因之一了,夜晚润玉站在桥上,旷路见此便前来看望 之后又与润玉闲谈一番后,二人来到洞庭湖底准备探索一下秘密,看来润玉也会有丢三落四的习惯了 紧接着润玉和旷路便来到洞庭湖,而这一幕也被齐渊看在眼里,你又要计划什么,等会天后知道了 当邝路和润玉来到湖底的时候,曾经一幕幕的画面瞬间在润玉脑海中浮现,他明白这都是自己经历过的痛楚 不是吧,润玉小时候怎么这么惨,没过多久他便来到门口,燕又开起了门,定且严明 自己已经等他许久,定邀请他进去,看得我都想砸屏幕了,快点进去吧 之后润玉便在那里,见到一位正在谈琴的女人,也就是他的亲生母亲宿里 不是吧,润玉的妈居然还活着还这么好看 但就在润玉拿出人鱼像给他看的时候,洞庭胡君却接连回避,内心还很是慌乱 你到底一天到晚疯癫了什么,之后润玉又说起天地主修的是火系法术 而自己却主修的水系法术 这一切只能说明在,自己的母亲一定也是水族之人,你太聪明了,可惜你的母亲 最终润玉又拿出自己小时候,被生母打伤的那些伤疤给他看 阿天啊,这也太狠了吧,尽管如此洞庭胡君还是拒绝认下这个儿子 但内心却是表现得十分在意他,所以说出来到底是什么原因 才造成你要这样,绝望之下的润玉,只好拜别母亲 严宁,今日就要与其恩断一绝,这也太狠了吧 竟然是母子,却不相认 润玉只好颓废地走出宫门,而苏黎也在里面哭泣 不得不说这一句话,天地你是不是渣男 续凤叫辽元君逃来许多宝贝 他想要在这些宝贝里面选一个送给锦妮 经过一番筛选之后,他最终选定一只乌龟 不是我说,阿尔凤的眼观只剪不佳呀 这时他拿着乌龟前来找锦妮 却发现锦妮正在盯着龙民看 嗨,看来这又是醋坛子被打翻的一天 于是乎续凤当即就夺下龙民 让锦妮可谓是焦急不已 最终,续凤还是将龙民还给他 接着就拿出自己准备好的小乌龟 表明这是要给他的礼物 这只乌龟的出场竟有一丝丝好笑 锦妮接下以后很是喜欢 但续凤却表示东西不是白送的 自己也需要他回赠 至于是什么,就要锦妮去想想 凑这么近,不用说我都懂 这一边润玉也在回忆着 自己曾经经历的事 原来由于自己小时候样貌与其他鱼族不同 所以经常遭到歧视 我的天,润玉小时候还有这样的经历 后来自己实在忍无可忍 就对着他们咆哮了一声 但就这样被销断龙脚接着又刮去逆鳞 这场面过于血腥我简直不敢看 另一边,燕又也很不解 为何恩主不与润玉相认 但素离听后便表示 那些事情回忆起来都是耻辱 感觉素离背后也大有故事 当年素离只是以太湖龙日族公主的身份 前去向天界拜寿 当年的自己已经与前堂将的世子定亲 奈何自己年幼 在结识天地后便陷入了他的温柔乡 我看天地就是一个实打实的渣男 原来那年素离进到省金阁以后 就遇到一个上仙 对方自称是夜神北陈军 接着从那以后 素离便日日与其相聚 这大概就是沦陷的开始吧 但好景不长 一日自己醒来 就发现这个所谓的夜神 根本就不存在 然而自己 在去与天后拜别时 却因为当初天地 送给自己的一串珠子 害死了家族 不是吧 我越看真的越气愤了 当自己回到太湖以后 他便发现自己怀孕 且背着族人生下孩子 名叫润玉 但最终还是被发现 父亲看到孩子真身后 也当即明白 他的父亲是谁 真的替素离感到可惜 替润玉感到痛苦 于是乎从那日起 自己便遭到众叛亲离 没有一个人愿意接纳一个 还没结婚就生孩子的女人 终于理解 为什么属先要骂徒瑶了 除此之外 天地看重自己 无非也就是因为 自己酷似鲜花神子分 你这么一说 还真的有点像 此前 父亲也主动 与钱塘将世子取消婚约 对方将父亲告赏天界 导致太湖大部分水域 被划分给鸟族 我真的对天地一点好感都没有了 除此之外 由于自己儿子长大以后 龙脚越发明显 所以才出此下策 将其砍掉 我简直看不下去了好吗 这真的太残忍了 然而就在那以后 由于润玉的自愈能力 实在太厉害 等于隔一段时间 润玉就要经受一次一次痛苦 真的太惨了润玉 之后 他自己都已经习惯这样的折磨 而润玉这边则在回忆 自己幼年的时候 从一个老龙鱼那边得知 鱼离开水就不能活 于是在一日 自己冲破水面到达岸上 小小年纪怎么能想着自杀呢 然而不久后 他看见天空中划过一道流星 那人竟是天后 哇 天后出现并没有好事情 接着天后便又导论润玉 跟他回到天界 拐卖小孩了 放在现在的话 这才让润玉想起来 原来自己并不是被抛弃的 是自己离开了母亲 苏黎告诉燕佑 天后因为这些事情 先是带走了润玉 接着就带着一堆天兵天将前来 将他们鱼龙族的人 进行一次大杀戮 我真的没想到 天后竟然这么坏 而苏黎的父兄 也是在那场战役牺牲的 苏黎父亲离世之前 叮嘱苏黎要报仇好好学下去 苏黎也不顾三七二一 直接就要上前对战天后 但结果十分了然 那就是天后将其击败 你说何必呢 你又打不过天后 当苏黎醒来后 本想一死而知 却被水神救下 对方以润玉的理由 劝速离活着见到他 不得不说 水神也是一个好人无疑 所以从那以后 苏黎便开始修炼 召集旧部 将与孟泽打造的与旧处一样 好苦心的苏黎 说了这么多 其实苏黎的目的 无非就是让润玉当上心愿天地 因为自己的梦想 一直以来就是将于龙族复兴 这也是自己答应父亲的 苏黎其实还是很不容易啊 在他知道 锦尼与仙花神十分相似的时候 才萌生了让他在大殿上吸引天后注意力的想法 但之后他才发现 原来锦尼就是水神的女儿 还好后面没有继续下去 没关系 锦尼一定会理解你的 还好没做什么大事 现如今润玉已经知道自己的生母 而生母苏黎却不愿意相认 其实这也都是有原因的 因为苏黎现在还不能将润玉牵扯进来 其实苏黎给出的 就是一种特殊的母爱 而锦尼与续凤的关系 仍旧是暧昧 却又忽远忽近 已经有先借记忆的碎盒 接下来又会有什么举动 更多精彩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